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思考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无人驾驶网约车时代是否真的已经到来 在武汉街头发生的一起 无人驾驶出租车与行人相撞事件 引发了公众对无人驾驶安全性的热议 百度的萝卜快跑平台已经在武汉 投放了400多辆无人驾驶出租车 并且订单量日益增加 显示出这一新兴交通方式的迅速普及 然而,这些无人驾驶车辆 在复杂交通环境中的表现仍存在不少问题 引发了市民的疑虑和投诉 此外,传统出租车司机对这一技术 可能带来的失业风险也深感担忧 无人驾驶车的出现究竟是科技进步的福音 还是对就业市场的威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争议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无人驾驶网约车的时代是否真的来临 这篇文章来源于联合早报 内容详细报道了近日在中国武汉发生的 一起无人驾驶出租车与行人碰撞的事件 以及引发的广泛讨论和争议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事件的具体经过 7月7日,一位武汉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百度旗下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 萝卜快跑的出租车在武汉街头 与一名行人相撞 百度的相关负责人第二天回应称 事故发生在武汉汉阳区鹦鹉大道 与国伯大道交汇的路口 当时,车辆在绿灯亮起后启动 与一名闯红灯的行人发生了轻微接触 经过检查,行人无明显外伤 目前正在医院进一步观察和休息 尽管这次事故并不严重 但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一方面,网民对无人驾驶技术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 并就事故责任展开了争论 究竟是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 还是无人驾驶汽车本身存在缺陷 另一方面,许多人也惊讶地发现 武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似乎已经相当普及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罗伯快跑第一次登上微博热搜 自媒体无相商业趋势在7月8日发布的一篇文章称 武汉市的罗伯快跑全无人驾驶出租车订单呈现爆发式增长 每辆车的日订单峰值已超过20单 换句话说,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订单量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传统出租车 那么,无人驾驶出租车究竟在中国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 南方都市报在3月报道 中国已有51个城市出台了自动驾驶试点示范政策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和重庆等城市 已经率先开展了公开道路试点示范 其中,武汉开放了3378.73公里的测试道路 覆盖了12个行政区,位列第一 这也与湖北官方多次提出 要将武汉打造成自动驾驶第一城的目标一致 目前,百度旗下的萝卜快跑已经在武汉 投放了400多辆无人驾驶网约车 乘客只需通过手机软件就能打到这类自动驾驶汽车 根据湖北发布的消息 自动驾驶已经成为武汉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方式 甚至成为外地游客来武汉旅游的必打卡项目 社交媒体上不少博主分享了在武汉打无人车的体验 并列举了这种新型出行方式的诸多优点 与传统网约车相比 无人驾驶出租车不仅24小时无休 而且价格也更低 在武汉,一段10公里的行程费用仅需4-16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普通网约车的收费则为18-30元人民币 然而,无人驾驶出租车也有齐局限性 例如,有博主指出,萝卜车过于守规矩 从不随意加塞或变道,开得太慢 他建议有赶时间的乘客不要做调萝卜 这是一个带有调侃意味的昵称 反映了无人驾驶汽车在应对复杂交通状况时的局限性 安全性问题无疑是目前公众对无人驾驶汽车最大的担忧 据澎湃新闻,武汉长江网的市民留言板上有超过300条与萝卜快跑相关的消息 其中大量是投诉 这些投诉集中在无人驾驶车辆,在绿灯状态下停滞不前 红灯时,冲入路口中央,转弯时,卡顿不动等问题 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时段 这些问题更为突出,甚至可能引发交通拥堵 一些网民认为,这次无人驾驶车碰撞行人的事件显示出机器 在应对突发情况和非常规行为时存在局限性 一位自动驾驶相关的人士也指出 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但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 尤其是在行人和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 自动驾驶车辆仍然面临挑战 这起事故也说明,自动驾驶系统在处理突发情况和非常规行为时 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无论如何,技术的局限不会阻挡其发展的步伐 武汉正加速进行商业化运营,其他城市也不甘落后 上周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包括百度、萝卜快跑在内的四家自动驾驶公司 获得了上海市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许可 这意味着在上海的部分地区 居民可以预定这四家公司的免费无人驾驶出租车 示范许可是商业化的关键一步 北京官方也发文,计划支持自动驾驶汽车 用于该市的网约车和汽车租赁等城市出行服务 多重利好的消息刺激了中国无人驾驶相关概念股的爆发 智能驾驶板块在7月10日有近20只股票涨停 然而,市场的乐观情绪并不能掩盖乘客 对无人驾驶车安全性的争议 更无法忽视近700万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对可能失业的担忧 近期,网上出现了一封署名为武汉建设汽车客运公司的公开信 称公司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 尤其是无人驾驶网约车的盛行 导致了科技垄断资源,抢夺底层人的饭碗的困境 公开信建议将萝卜快跑无人驾驶车控制在一个区间 而不是满大街街单 武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黄师傅 在接受华商报采访时表示 看到萝卜快跑越来越常见 他感到十分迷茫 他说,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赚的本就是辛苦钱 而无人驾驶网约车可以24小时运行 如果真有普及的那天 他或许只能选择换个工作了 网约车司机是许多人选择的灵活就业方式 这一职业在经历了行业饱和和收入下降的打击后 科技迭代可能对他们造成新的冲击 前媒体人胡锡进也指出 如果无人驾驶规模扩大将会导致失业对就业市场形成新压力 他建议政府应该尽早研究对策 既支持科技进步又平衡好各方利益 保护就业做到未雨绸缪 综上所述,无人驾驶网约车的推广 无疑是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但在推进这一新技术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考虑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 对于政府而言推广科技很重要 但在面对科技更迭和社会变化之际 做好应有的服务和保障同样至关重要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无人驾驶网约车时代真的来临了吗 它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便利和挑战 这个话题还将继续发酵和深入探讨 请大家继续关注华尔街争议 我们将带来更多的深入分析和报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谢谢大家 在剩下的武汉街头 气温高地让人怀疑 自己是不是误闯入了一个巨大的争锅 这一天 一个短视频炸开了锅 内容令人瞠目结舌 百度旗下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 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撞了人 视频在短短几小时内 就引发了全民热议 坐在家里的刘大爷看着手机 忍不住感叹 这年头 连车都能自己撞人了 司机们可怎么活呀 萝卜快跑撞人了 撞人了 根据IT之家的报道 事情发生在7月7日下午 地点是汉阳区鹦鹉大道 与国伯大道交汇路口 一辆绿灯启动的无人驾驶汽车 和一名闯红灯的行人 发生了轻微接触 百度相关负责人迅速回应 趁是行人闯红灯 机器人车只是无奈碰了一下 完全是意外 没有大碍 武汉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局 汉阳大队也证实 事故已经处理完毕 但涉及个人隐私 处理结果不便透露 无人驾驶车 会取代司机吗 这萝卜快跑 是要抢我们饭碗啊 一位传统出租车司机 老王在看到新闻后 忍不住抱怨起来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赶紧出来灭火 表示武汉市出租车行业比较稳定 网上谣言很多 不必担心 萝卜快跑的数量 也没有网传的那么夸张 目前只有400多辆 而不是所谓的1000辆 不过 具体数字 还是得咨询武汉市京信局 而记者的电话 却始终无人接听 萝卜快跑到底有多便宜 第一财经的记者 为了进一步探究 亲自上阵 进行了一场 萝卜快跑 vs传统出租车的价格大比拼 他从汉阳区秦川大道 乘坐一辆传统出租车 前往目的地 10.96公里的车程 花了他29元 回程时 他选择了萝卜快跑 12.4公里的车程 在享受多项活动优惠后 竟然只需支付5.09元 这价格差距 简直大的 让人怀疑 是不是萝卜快跑 在做慈善 萝卜快跑背后的科技力量 百度的自动驾驶 出行服务平台 已经在11个城市 开放了载人测试运营服务 在北京 武汉 重庆 深圳 上海等地 萝卜快跑的全无人自动驾驶 出行服务测试 也已经逐步展开 虽然有人担心 无人驾驶 会抢走司机们的饭碗 但也有不少人 对这种新科技 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毕竟 谁不想坐在车里 喝着咖啡 刷着手机 让车子自己开呢 传统司机的心声 老王和他的同事们 在茶馆里聊起 这是 个个忧心忡忡 以前只担心抢车位 现在是抢饭碗啊 老刘叹了口气 但老李 却有不同看法 你们啊 别总是抱怨 这科技发展 总会带来变化 咱们也可以考虑转行 去学学新技术 或者改做其他的工作 这话一出 老王和老刘都沉默了 似乎在认真思考 这个提议 乌托邦 还是反乌托邦 市民们 对于无人驾驶车的态度 也是两极分化 有些人觉得 这是未来的趋势 值得期待 也有人担心 技术不成熟 会带来安全隐患 毕竟 萝卜快跑撞人事件 还历历在目 等哪天遇到个老司机 突然杀个急刹车 机器人车 要是反应不过来怎么办 李阿姨在社区群里 发了这个问题 引来一片赞同的声音 未来之路 何去何从 在这场科技 与传统的较量中 没有人能预见 未来会如何发展 萝卜快跑 是否会成为主流 传统司机们 又是否会 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或许只有时间 能给出答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场关于 自动驾驶的讨论 还会继续下去 引发更多思考和争论 无论如何 武汉街头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新的科技 新的变化 让这个城市 充满了活力 和不确定性 就像一碗 热腾腾的热干面 既有传统的味道 也在不断加入新的元素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 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讨论 一个热议话题 无人驾驶网约车时代 是否真的即将到来 不瞒各位说 我非常看好 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 首先 无人驾驶技术 将彻底改变 我们的出行方式 让交通更加高效和安全 根据统计 90%以上的交通事故 都是人为因素引起的 无人驾驶将大大减少这些事故 再者 无人驾驶车可以24小时运营 不再受限于司机的疲劳问题 这对夜间出行的安全性 是个极大的提升 楚天书 你这话我可不敢苟通 无人驾驶车虽然看起来很美好 但实际上问题多多 你提到的安全问题 刚刚武汉就发生了 无人驾驶车撞行人的事故 这说明什么 说明无人驾驶系统 在面对突发情况时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 再者 自动驾驶车的普及 将会导致大批网约车司机失业 这可是700万人的饭碗啊 你敢说 你对这些家庭的生计毫不在意吗 谢琪琪 别总是盯着个别事故不放 要看大局 科技发展总会有个磨合期 早期的汽车也出过不少事故 但现在 谁还质疑汽车的安全 无人驾驶技术 也在不断迭代升级 未来会越来越安全 另外 你担心的就业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培训转岗等方式解决 历史上每次技术革命 都会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 比如蒸汽机取代人工 计算机取代传统文秘 但社会总体就业率并没有下降 反而推动了经济发展 楚天书 你这是在做白日梦 无人驾驶车的技术迭代 有多快我们都知道 但人的生命不等人 你提到的培训转岗 听起来不错 可现实中有多少司机 能转岗成功 而且技术进步的速度 远超过人们适应新岗位的速度 这可是个现实问题 另外 自动驾驶车的普及 对环境的影响也不是小事 充电设施的铺设 电池的污染 这些都需要考虑 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利 忽略了长远的隐患 谢七七 你说的这些问题 并不是不可解决的难题 环保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技术革新 和政策引导来解决 比如采用更环保的电池技术 和充电基础设施 至于就业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 每次技术革命 都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无人驾驶技术 将催生出一大批新兴产业 比如自动驾驶系统的维护 数据分析 AI算法优化等 这些都是未来的就业增长点 我们要有信心 科技进步不会让我们失业 反而会让社会更加繁荣 楚天书 你这简直是在编童话故事 新兴产业能吸纳多少就业 网约车司机可不是 人人都能转型成为 AI工程师的 而且我们还没有谈到 另一个现实问题 无人驾驶车的冷冰冰 你有没有想过 乘客在无人驾驶车里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 生病了 突发状况了 车里连个可以帮忙的人都没有 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互动 是技术无法替代的 真到了那个时候 你还能心安理得地说 无人驾驶车是未来的趋势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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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